嗯,真小,自己踩的魔物好吃 哎呀,这还得我们家小童啊 要不说我们家小童有没命啊 一到周六周天就下雨 我想让他上山给我干点活,踩点蘑菇 哎,他都来不了 但是呢,他没想到他媳妇是个粥八笔 今天下雨,我们在雨衣了 哎,一会下雨咱就穿雨衣啊 这样的话,我在这个树林子里红彤彤的 还比较悬眼 行 今天我们上山第一朵蘑菇也是小童发现的 你看,你看,你看 今天因为下雨就没让老牙带我们来 我们自己偷摸跑山上来的 你看,在前面粗溜了那么半天 我一朵蘑菇都没看到 还得是你啊,大哥 给你做好定位了都 这个啊 你别管这蘑菇是不是有点乱唧唧的 但是你确实是发现了,这真是真魔 姐 你看看人家,你看看咱俩,咱俩擦擦吧 前走一朵蘑菇没看着 让你看看 哎哟 毕竟也有跑山的鸡 毕竟跟我练了两年了 你挺厉害,挺棒 赶踩咱的蘑菇,回去我给你捡自己吃 完了 来 小筋惨了 就靠他真急的 给我大哥点赞啊 哥,你说你这黑不溜秋的蘑菇 我到底给你留还是不留 留下多少看 啥都看 但也是真魔 不能走空 挺好 哎哟,这大蘑菇 今年这蘑菇上来就这老大呀 开门口 这是我家小筋,不愧是刺老牙的女 然后再你去,看那儿一个好 叶子像样 这个人啊,是不是 这是毒蘑菇 他没有中间的那个心 对 我们家小筋也发现了一片青蘑菇 定位 给你定位上啊 自己去找蘑菇去了 媳妇也不要了 太完了 杨磊 有收获的回家吃饭 没收获的回家就喝水 说谁你知道吗 嗯 啊 多好玩啊 掰点 还好掰 嗯 继续找蘑菇 哎呀,快看快看 我都认识花脸蘑菇了 山师爷都怕我饿得吃不上饭 赏的 看看 多漂亮 哎呀 第一次在山上 自己看见蘑菇 自己踩 牛不牛鼻 要不要点个赞 就因为我的刚刚一句话 我说 今天要没踩着的 回一家没饭吃 喝水 你看这我姐 我都 都 胆吐的呀 吓死 咱就这样 好起来 对 漂亮 背后都没虫子呢 嗯 有错啊 黄天不复有心人呢 哎呀 就这片 就这片 走吧 这片有蘑菇啊 我告诉你 我去哪儿也不走 吃吃吧 看 哎呦 看有你说那个什么菌的呢 行你看看我们上山今天都算没空手 回家都炒两盆蘑菇的了 什么有饭吃 就是国庆要炒两盆蘑菇 对 中秋国庆太久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又不上班 然后 今年的话啊 庆你就没嫁了 你除了值班的日子 你就替我的班吧 然后你就跟爸他们上山采蘑菇 帮我拍视频 我就好好在家负责养胎 行吗 行 你得上山给你家孩挣奶粉钱了 嗯 行 到时候采真蘑采猴头 反正大伙说了 小头儿拍视频比我强 是不是 小道儿以后就光荣下岗了 东北冬天 零下二三十度 人得穿厚一点 我们准备给我们家的小片房 也穿个小衣服 然后今天来选衣服颜色了 你看这蓝色 黑色 妈你选 你喜欢哪个三 主要老头儿老太太住 得要她俩喜欢 这个不是说喜欢不喜欢 不能说为了好看 大花大绿的 那样不要 实用好看又保暖又 你喜欢这个色呗 这个是最贵的一个厚度 但是颜色这个也是最好的 还有红的 有迷彩的 迷彩的我爸之前挺喜欢 但是迷彩的有点太花花了 然后还有这样的 这样的有点像外壁纸似的 我妈喜欢素色的 其实像这种伞 就是类似于坊砖的颜色也挺好看 但是呢 它这边得对缝 人说了 就是又费料又费工 然后所以说 这种带馅的 我们就先pass掉了 换个面好一点的 这人还是不 实在相差多少钱 差几块钱你就选个好点 是不是 咱家那房子本来花是过啥钱 一够给你省钱的了 这个颜色呢 它叫珠光灰 是不是 然后就有点像车漆似的 它带一点 就是那种亮晶晶的感觉 它跟这种的和这种的 它就不一样 你看 档次不一样 这个好 这是五公分的羽绒服 这是十公分的羽绒服 我觉得十公分的好一些 穿就穿暖和一点 一步到位 是不是 反正你是贴外墙 那厚了肯定比薄了墙 那冬天那么冷 这个是低密度的 这是高密度的 对呀 穿厚点不透风 我家房租的羽绒服回来了 看看就这些玩意儿 花了我八千块 还不算人工呢 而且现在的煤一年比一年贵 前两年六百八百一吨 现在都一千多一吨了 然后这个房子多穿点 它不是能省点煤吗 是不是 我妈刚刚说 俺家房子才花两万块 给他穿个保温版 又得一万多 不是穿羽绒服来 这是属于给房子穿雕的 然后今天我们就开始施工了 师傅就过来干活 预计的话两天之后完工 然后再给大伙看看 那时候咱的房子就不是这么破不烂散的了 你看看现在这丑着 你看看这小傻 烂糟的真难看是吧 连你妈都没穿上铁子 她都穿上铁子 你说什么 端红找干活的师傅太难了 然后所以说我们找了两个英春的师傅 过来帮我们整这个房子 经过两天的施工 我们家的小工程终于完事了 现在就带我妈来验收一下 小房收拾了两天 花钱了是不是就是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完了再给采钢瓦又换上 那更漂亮了 大家伙觉不觉得我家这个房子 现在有点像是安全屋 然后这个铁皮 你看打都打不透 以后这个玻璃再给它换上防弹玻璃 是不是 那就更像样了 今年冬天就靠着我们这个保温板 来抵御我们的严寒天气 然后等冬天我再给大家伙试一试 看看加这么一层保温板 到底能生几吨没哈